當然這個 我跟王世天議員一樣 就是說對於柯文哲的部分 對於他很滑頭的部分 我們都有很多的意見 但是這一次他這個問題 我們不以人費言 他講得很對 請問不承認以後 你打算怎麼辦 你總有一個你的方向吧 過去選舉的時候 你說會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什麼意思 就是兩岸過去 依靠九二共識來的這些福利 你說你通通都會保存 可是你卻要推翻 有這個創造這樣子 兩岸經濟的福利 甚至是和平福利的來源 這就是今天你做的事情 是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事情 為什麼我說他講得有道理 轉過頭去 經濟國防還是得好好準備 當他講蔡英文講說 是一日行情的時候 被網友虛報 可是現在來看 是不是一日行情 就是說你今天蔡英文講完以後 你打算怎麼樣 你不要九二共識以後 請問你怎麼樣維持 台灣的經濟發展 那更不要說軍事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今天兩邊永遠不談下去 永遠沒有任何的 一個坐下來和談的機會的時候 那隨之而來的是什麼 難道不是有可能動武的威脅嗎 你可以告訴我 你可以排除掉這個威脅嗎 今天就算你跟美國買的 不是一些爛武器 都是非常先進 非常優良 我們退一萬步來講 假設是如此 你的人員呢 台灣的兵員夠不夠 當你廢掉軍閥以後 已經沒有一個紀律 可以約束軍紀的時候 你的兵員也是嚴重不足不是嗎 難道蔡英文今天告訴我們說 我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同時 我硬要把你九二共識 污名化是一國兩制的同時 我恢復真兵制 那我算你負責對不對 你已經做好了全部 最壞的打算了 不是嗎 你那個400億也不用還給大家了 要還給誰 要發什麼東西 可能買武器買不到幾項 就算你不把這個錢 拿去補以前的負債 你難道不要做接上來的準備嗎 還是你認為美國人是真的 完完全全可以依靠 當然美國 我們知道剛才的不久 他又發表了一些談話 當然是在兩岸之間 他當然是說他支持蔡英文這邊 意思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美國人可靠嗎 今天我們很多台灣人一再講說 他跟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同盟 所以他一定會支持我們的 是這樣嗎 放諸歷史上多少的小國 在大國利益衝突之間被出賣 沒有嗎 他今天白種人 我跟大家講 你如果真的要講什麼人權 要不要講講 美國人屠殺印第安人的歷史 要不要講講人家是怎麼懸賞 一個小孩 一個婦女 殺了一個印第安小孩婦女 多少美金 殺了一個成年男子 多少美金 這樣子的過往的歷史 他在全世界各地 搞了多少破壞 為了他美國人的利益 搞了多少破壞 製造了多少難民 今天你要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同盟 所以他看在我們全部都是民主自由 同盟的份上 他就會無條件來幫台灣 介入兩岸這一場戰爭 當然今天川普一個商人的考量 他就是把台灣的這個角色 玩到淋漓盡致的地步 為了符合他美國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要不要陪他玩這一場 我們要陪他玩這一場 我們要加入這個圍堵戰局 不承認九二共識 加入這個什麼 印加 印太策略聯盟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台灣人所有人 都準備好了嗎 當今天這一些不負責任的 說叫台灣什麼犧牲 七分之一的人民 就可以獨立的這些人 這些人都有外國國籍 這些人都隨時 可以坐著直升機跑掉的時候 我問我們一般基層的老百姓 到時候你跑的跑不掉 要隨著這樣義勇軍義和團 一樣的跟著起舞嗎 付得起這個代價嗎 柯文哲講得非常清楚 也非常直接了當 如果兩岸 兩岸一家親你也不要 九二共識你也不要 請蔡英文你現在完全執政 要提出一個兩岸 都可以接受的論述工具 一開始民進黨上任的時候 蔡英文上任的時候 對岸一直要教他 我給你機會 這是一個沒有回答完的問卷 不回答 搞到最後 現在原來還有一個九二共識 柯皮海一個兩岸一家親 那你的到底是什麼 九合一去年敗選之後 非常清楚了 國人要少政治拼經濟 那你現在 你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因為照理說 應該是執政的人 要完全負責想辦法 兩岸的和平溝通 一直是國人兩岸 大家共同期待的一個結果 你現在不僅沒有辦法 提出結果出來 然後你把大家的路都堵死了 怕說現在各縣市 縣市首長兩岸開始交流 在原來可以有的框架之下 不斷的交流 你怕你自己失去 兩岸的掌握權 話語權 反正我不能做 我也不讓你們大家做 所以柯文哲直接問他說 你到底要什麼 請執政者提出解決的方案 到現在為止 當然對岸講的是 未來的一國兩制 這是對岸的期待跟期望 但是我們是絕對不接受 一國兩制 但是現在為止 民進黨現在把 我們現在的九二共識 原來有的一個模糊的空間 現在本來有 現在完全沒有 你自己又提不出解決的方案 接下來新南向政策 在這幾年 兩年多的時間 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所謂的經濟紅利 經濟的景氣 絕對是越來越蕭條 絕對不是蔡英文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的話 何必要現在發一個稅收的紅包 剛開始就先框好400億 我有400億可以發 但是怎麼發 想都還沒有想 就直接丟出來 這個是現在國人 對經濟的感受度 但是自己沒有能力解決 也不讓大家解決 現在我都應該問他說 所有國人應該回過頭來 問蔡英文說 那你解決兩岸的問題方案是什麼 解決兩岸問題方案 不是靠一張嘴巴來說一說 提出的方案 到底如何讓兩岸能夠溝通 是你執政者的責任 現在你執政者不做 大家要做 你也不讓大家做 這個政府真是讓人家覺得莫名其妙 蔡英文是當他剛上台 他享受的我們講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後 台灣所享受到的成果 包括在軍事上的穩定 兩岸的關係的穩定 在經濟的紅利對不對 可是當蔡英文要打破說 我不要九二共識 我不要九二共識的時候 或者是他換一個面 中國大陸連各自表述他都不要了 這個是演變成今天的這個狀況 但是蔡英文我就覺得她很不到的 當時在1992年11月份 在香港的對談裡面 雙方的認知就是我對一個中國 各有各的說法 這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 沒有一定的共識 我們也就這樣子維持了台海 20多年來的經濟繁榮 如果說你蔡英文硬是要把這個打破 而且你要硬扯說 這個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這是不道德的 九二共識裡面絕對沒有講到一國兩制 至少我們不會認同一國兩制這樣子的問題 只是說在習近平在1月2號還是3號發那個文裡面 他要探討未來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那不是九二共識裡面的內海 對不對 我是覺得韓國瑜講得很清楚 像這個柯文哲他是講說 如果你他講如果你不用這個兩岸一家親的類似 那你要好你要準備好了國防親戚 意思是說你要去打仗吧 國防要去打仗了 他經濟可能大陸他就跟你經濟的交往就跟你斷了 或者局部的斷了 這個韓國瑜講得真的很清楚 你沒有九二共識 請問兩岸怎麼往來嗎 兩岸不能往來的我貨怎麼能出去的 我人怎麼進來 我經濟怎麼能夠發展呢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 蔡英文其實是打了一個模糊的仗 這個模糊仗他享受到了九二共識的經濟的 經濟跟兩岸和緩的這個好處 但是他現在硬要扯 我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我是覺得他是矛盾的 蔡英文是矛盾的 蔡英文不會不知道 九二共識裡面沒有一國兩制 他以前是陸委會的主委 在1992年的時候他還是有參與的 他那個時候是李登輝時候的 他是一個顧問 他是顧問 他在政大教育 所以我是覺得他講這個話 他比很多人都很清楚 但是他在胡扯 他在騙人 他是不道德的 錢多準備一點 國防的部分 你看前兩天報紙 F16V就是一價多少錢 1.5億美元 他折合台幣大概45億 45億 然後我們這400億 可以買10架 對不起 一個中隊還沒辦法編成 一個中隊要12架 所以就多準備點錢 所以我還建議蔡英文 這400億別發了 因為F16V 可能會就耗掉你450億 就只能買10架 沒有辦法編成一個中隊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問 其實一日行情嗨過之後 其實很多人腦中浮現的問題就是 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你什麼都不要 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 但是未來你的兩岸政策 在你可能執政的這一年裡面 你要怎麼走 你要跟著川普走 還是你要跟大陸進行一個 冷戰的情況 冷戰也要冷戰的法子 口袋裡面有什麼樣的對策 去應付冷戰的情況 你也要跟國人說明白 不可能說 我這個反對一國兩制 反對這九二共識 你要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其實我看很多蔡英文的反應 我覺得最難以理解 而且令人生氣的是 其實一國兩制在1982年就出現了 這從來不是一個新東西 民進黨也知道1982年 有關中英條約裡面 解決香港問題的時候 就提出一國兩制 可是今天蔡英文跟民進黨的反應說 好像一國兩制是最近才發生的 這一次這個文件裡面 才出現一國兩制 本來一國兩制都出現 快40年的時間了 當初有九二共識 就是為了反對一國兩制 讓兩岸之間能夠可能的 在談判桌上來談 記不記得在古早的時代 一個是一國兩制 一個什麼三命主義統一中國 兩個老死不相往來 因為後來漫漫很多的 大概他能夠接受的底線 所以才有什麼孤翁 還有後續的談判 蔡英文還提醒大家 蔡英文還曾經在1998年 陪過孤政府去上海見了汪道涵 記得在那一次的 這個孤翁的碰面裡面 對於什麼九二共識 如何的兩岸上台 那個時候蔡英文還給了 很多的幕僚建議 大家如果這段歷史 不過蔡英文沒記得的話 他應該會想一下 他當時在孤政府旁邊 到底給了什麼意見 讓兩岸之間能夠負談 今天當總統的蔡英文 如果你要把兩岸做成為 你競選連任的一個工具的話 你也告訴大家 面臨這樣大陸的一些 不管是文攻武嚇也罷 或兩岸之間的台商 怎麼做生意也好 然後兩岸今天往來怎麼辦 你要告訴大家 未來要冷戰了 請大家配合我這麼做 一起來幫助我 對抗萬惡的共匪 這個也OK 這也是一種做法 但你今天完全沒有做法 只告訴我反這個反那個 其實對他的信心來說 大家對他的信心來說 不會有任何的增加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看 就是蔡英文的文膽 還是有可取之處 第一次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做這樣的連結 說謊 對 說謊 其實你通編來看 我不是幫習近平解釋 其實你整個文章這樣子來看 他的連結並沒有把連結到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他是在不同的段落 談到這兩個東西 蔡英文的文膽很高明 把這兩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就這整個就High起來了 所以蔡英文還告訴我們 你拒絕這個之後 你未來的兩岸政治要怎麼做 還是你完全就依賴這邊 不斷的把400億500億800億 準備好去賣F16V 我們下次再見